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由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性能滑雪头盔近日公开亮相。 该款头盔将航天技术应用到运动装备中,将助力中国建儿在冬奥滑雪赛场上夺金。 6日,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获悉,该款头盔的技术来源于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强度与轻量化设计国防科技创新团队。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的支持下,通过运用航天结构轻量化原理,研发出高防护性变刚度滑雪头盔为冬奥助力。 航天结构设计主要是要追求极致的轻质同时高承载,那类似的滑雪头盔也有这样的需求,轻质同时要保持一个很好的高防护性能。 那么我们就在思考如何能用航天的这样的薄壁结构的黑科技来助力我们这样的化学头盔的研发。 此前该团队利用相关技术为中国体积最大的大火箭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减重1145公斤。 这款运用了长征5号运载火箭外壳制造技术的头盔,重量只有700克左右。 在不大幅增加厚度和重量的前提下,防护性能比欧洲标准高出至少20%。 那这个头盔主要有三个亮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采用大面积的这样曲线加金变刚度的这样的设计理念。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整个头盔做到一个刚度的自适应的分布,使得冲击效率大幅提升。 第二点,我们采用的是短线增强的热速性符合材料ABS素质,用三种以上的这样的组分来代替原来的单一组分。 这样的话就做到刚度和强度大幅提升,同时这样的一个冲击韧度保持不变。 第三点,我们针对的是亚洲人的头型的数据,我们提取了大量的国家队队员的头位数据,并且对他们开展定制化的设计。 我们研发了相应的设计软件,这样的话获得了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样一个高性能的变刚度头盔。 此外,在头盔材料方面,科研团队在大量测试后,使用碳纤维、玻璃纤维、弹性体三种成分合成的新材料。 在维持冲击韧度不变的情况下,能让头盔的刚度提高四倍,拉伸强度提高三倍,大幅提升了头盔的抗冲击吸能效率。 此次试水对于学校自身也受益匪浅。 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探索的方向。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作为优化,作为结构的减重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它的超精尖的目标呢,是给火箭运用的。 但是的话呢,最终来讲的话呢,还是要把它推广给大众, 逐步的进入的话呢,比如说各种的工业应用,或者民用的领域里头, 然后的话呢,起到一个科技领先的作用吧, 也就是能够达到那个所自主创新,然后整个科技,科技冬奥, 甚至是科技的话呢,作为体育科技的一个创新的过程。 目前这款头盔已顺利通过欧洲滑雪头盔安全标准测试, 并用于保障国家雪上空中技巧专业队的训练。